網路PTT紅人被網友冠上 義酒神龍稱號的表特神人吳達偉 披上台灣民眾黨提名參選立委後 在板橋選區走透透 過去隱身在網路當中有自己的世界 只是回到真實的生活 年輕的世代 處在藍綠政治惡鬥中卻看不到未來 決定主動爭取台北市長柯文哲 創黨的民眾黨提名 參選板橋東區立委 其實我是看到 因為我們已經經歷過整個藍色全面執政 跟綠色全面執政 那這兩個黨全面執政的情況下 我覺得整個台灣沒有變好 那台灣的將來其實是落在 我們這些青年人的肩膀上面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現在不出來 改變台灣社會 那我以後我現在有兩個小孩 我小孩如果長大之後 還是面對這樣子的狀況 那我覺得 那我為什麼要讓他們活在這樣子的環境底下 所以我覺得我這次出來 是想要改變這樣子的環境 讓之後的這些 我們的下一代或者是之後的這些台灣人 可以有一個比較能夠正常討論政策 或正常解決問題的一個環境 網路名人歷久怎麼打選戰 空軍戰場是他的優勢 劣勢是現實面支援不足 當其他立委參選人掛起高樓看板的時候 他以小博大製作擋泥板號召網友 立圖板橋走透透做宣傳 武達偉下定決心要選 任何困境都會有方法可以解決 那我以前的這個聲量都是在網路上居多 那當然地區性的選舉比較是以地區性為主 所以我這邊會比較著重在陸戰為主 就是第一個讓鄉親先認識你 認識你之後知道你這個人的為人可能比較 可能是正派或者是比較有活力 然後是一個比較青年的形象 那如果你要獲得鄉親的認同 我覺得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方式 網民們習慣稱呼武達偉為Z9 現在他說板橋的鄉親們叫他阿偉就好 年輕的世代想要做出改變 也笑稱自己是新北七 新北第七選區板橋東區 要爭取板橋選民的一票支持 能夠從藍綠的強敵中勝出 數位天空新聞新北市板橋採訪報導